好 剛剛跟你講說 化學變化就會產生新物質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藉著一些情況看出來有新物質 比如說沉澱 沉澱 本來左邊被液體 右邊液體倒在一起有沉澱 你確定會有新物質 停車戰界問 二氧化碳通路澄清石灰水 產生什麼顏色什麼沉澱 我問你是什麼沉澱喔 他的中文學名什麼東西喔 來 帥哥難嗎 帥哥難 三一 李公長 白色的碳酸鈣沉澱請坐 流帶 流酸那加鹽酸呢 上學做那個實驗 那個溫度跟反應快慢的關係 流帶 流酸那加鹽酸 誰啊 可愛小女生五啊 可愛小女生五啊 十五號 沒有十五號 沒有小女生 怎麼抽不到小女生 小女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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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快皮靈五號 黃色的流沉澱請坐下 黃色的流沉澱請坐下 國中的沉澱大部分都是白的 所以那個不是白的你就要給我記好 黃色的流沉澱 黃色的流沉澱 阿停車站接問 這是什麼沉澱 這在周期表的時候學過 這是個重點 後面那個重點 鹼土族的叉叉鹽跟叉叉鹽會沉澱 這是這個重點 先問 碳酸鈉跟濾化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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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產生什麼顏色什麼沉澱 可愛小帥哥五號 可愛小帥哥 二一 幾粒啊 什麼顏色什麼沉澱 不會喔 你給我傻笑 這個是下面的重點 我當初要你背下來的玩意兒 鹼土族的 皮美蓋絲背 那個鹼土族的叉叉鹽跟叉叉鹽會沉澱 這是當初要你背的事情 要找的是女生嘛對不對 五五號 五號 No.1 什麼跟什麼會沉澱 碳酸鹽還要起來 硫酸鹽請坐下 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這個是當初在交周期表達說 要你背的一個鹽土族的重要性 你給我記好 鹽土族的碳酸鹽 碳酸鈉 碳酸鈉 跟硫酸鹽會沉澱 OK 還有一個是有泡泡的 固體 加液體 蹦 蹦出個氣體 之類的那種 所以表示有新物質 碳酸鈣加鹽酸 學過啊 當初本二年級一開始的時候就講過這玩意兒 二次 二次誰 二氧化碳 請坐下 這是一個酸的通性 當初你背的酸的通性之一 碳酸鹽加辛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還有一個酸鹽水分解 簡單吧 叫做 這還要去炭別人喔 酸氧水分解 有氧氣 氧氣 氧氣啊 是嗎 哇唄 最後一個也是酸的通性 前面的叫做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 第二個叫做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會產生 這都是當初你背過的玩意兒 賽哥男 舞齁 賽哥男 三三 請坐 氫氣 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會產生 氫 第一個跟第三個是當需要你背過的 當需要你背過的 酸的通信你都要背好 你都要背好 OK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講過 哪些會有沉澱 哪些會有氣體